好 来 接着由布老师来跟大家预告 下周各生肖的整体运势 来 好 下周的国立的11月16号叫入疫 这个我们每年都有介绍 就从入疫到再差五天叫出疫 入疫 出疫这五天呢 天上下的雨我们称为叫做药语 就做药 吃药的那药 药语 那一般中医师呢 就用这段时间天上下来的药语去做药的话 听说效果会更好 那另外呢 这五天的雨呢 那么虫 那些蛇 吃了之后就会冬眠 进入冬眠的阶段 另外呢 我们11月17号叫药诗佛祝寿 什么意思呢 药诗佛是农历的9月30号是圣诞 它的诞辰日 但是今年农历9月没有30号 只有29号 那么这一天就是农历的9月29号 那么这一天提前一天来祝寿 好 那么12生肖我们把它分成四组来做个介绍 第一组 猪兔羊的 猪兔羊最好 改善行销 各种的手段 手法呢 让你的财源广进 赚大钱 所以我给了五个赞的评语 其实是狐马狗 狐马狗比较要小心一点 那你工作忙碌 需要加班 但是你要适可而止 所以我只给了一个赞的评语 再下去是蛇鸡牛 蛇鸡牛是排除瓶颈 亲友相助 就亲友的帮忙 让你工作方面更顺利 解决困难 所以我给了三个赞的评语 最后猴鼠龙 猴鼠龙也不错 猴鼠龙灵感增加 文师全勇 点子多 行销手法 广告等等 都让你增加收入 我给了四个赞的评语 然后我们加码 12生肖在下个礼拜有三个生肖 那么运气特别好 首先钱财最旺 钱财最旺的应该在第一组了 钱财最旺的是鼠羊的朋友 好 恭喜 其实事业最强 事业最强也是在第一组 是跟巴育一样 属猪的朋友 再去是桃花最红 桃花最红是跟孟多一样 是属龙的朋友 属猴的朋友 下个礼拜好好的加油 把握机会